湖门硝烟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每年大量流失外国的白银 还是举国吸食鸦片带来的隐患 蒙烘烈烈的湖门硝烟 又给腐败的蜻蜓带来了什么 老梁观世纪 你没见过的林泽徐 稍后为您播出 起烟不仅是曝光 包括林泽徐在内 他们禁止鸦片是禁止什么 禁止鸦片进口 林泽徐为什么道光会咒用他 因为林泽徐上的这个奏折里面明确提出 不能让这国外鸦片挣我们钱 林泽徐只是禁止这进口 不能让英国人挣钱 钱得内部循环 得让大清财政风营起来 而不是说像现在意义上的远离毒品 真爱生命 不是那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道光皇帝 任命林泽徐为钦差大臣 直接到广州这会儿都办 警言事务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 千年水胆 只能救一个燕民 可真要的是整个天朝 陈林泽徐皆知 鸦片不绝 是环境 结果林泽徐到那儿呢 也是三下五除二 当时呢 负责这个英国贸易的全权代表 是义律 这个名字咱们在历史课本看过 义律这个人呢 其实本人呢 对于鸦片贸易也不敢冒 在英国国内一直存在这种争论 所以把这鸦片卖到人家那儿 就合不合适 其实义律在那儿 主要是想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呢 让大清多开放几个通商口案 因为自大清闭关锁国 片番不得下海 只有广州这儿有13行 能做国际贸易 剩下的不开放口案 义律是想呢 全面开放 让英国人有机会来做生意 他并不是就想做鸦片的生意 所以当时义律呢 也没怎么反抗 直接就都办下边的商人呢 上交了两万多箱鸦片 然后这才有林泽徐 已经做了孩子 在老师搶下机 做了两万多箱鸦片 没交给你 所以做了一个 你们可以做 Hendri 我们明显 也没关系 你不要 当我选择 想想 informal 肯定 那次 他 resto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大伙也都受处罚 但你不能偿命 这就是英国的这种法律体系和大清律之间的冲突 结果呢 当时林泽徐呢 也是完全按照大清律的方式来处理的这个事 结果引起双方在法治权限方面的这个争斗 后来南京条约里面提到了这个治外法权的问题 其实也是因为这事件引起的 结果双方呢 由于贸易和种种问题 纠纷越来越大 鸦片仅仅是个开端 绝对不是战争的百分之百的企 然后英国国内呢 议会开会研究 要不要跟清朝打仗 结果当时呢 最后 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意见 就差了七票 结果差了七票 是同一战争带下风 英国军舰开始来 这时候林泽徐犯了几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一个是林泽徐对战争到来他的估计不足 他还认为这军舰集结过来呢 这还是走四两天 也没有完全把这当回事 再是林泽徐认为呢 英国人呢 那腿回不过弯的 一旦摔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洋鬼子没关节 不会下跪 其实这跟1793年呢 英国使臣马格尔尼来到这个中国 拜会乾隆皇帝 那带来很多英国的高科技产品 想非常虔诚的想跟大清国修好 可是就因为呢 他不愿意跪 说我们没有跪拜你的理解 凭什么 咱们是两个平等国家 结果让乾隆皇那个年走了 还把他带了那些东西都扔到厕所里 修辱他 所以可能就那一幕 给很多当时的中国人认为 这英国人腿回不过弯 不会下跪 所以林泽徐后来 打仗都正式开始了 林泽徐还提议 他们不会回弯 一旦摔定就起不来 打没问题 而且他完全不知道 当时英国舰队 自从1588年 击败了西班牙的物理舰队以后 大英帝国舰队是世界上第一流程 所以林泽徐当时说睁眼看世界 他也有非常大的局限 所以这个战争呢 最后这不失败了吗 而且那时候义律呢 带领着舰队打这个中国的时候 并没有在广州这登陆 而是北上打厦门 然后呢 一直打到定海 最后攻到大谷口 面对直逼荆棘的口口 道光皇帝慌忙下令 派直立总督齐善 复广州英军聚合 应当迎创冲击 那英人的战弹剑炮 将平和威剑 发套时如雷琴万军 别遮掩 勿国 勿振 勿天下 1840年9月 道光皇帝以勿活并民 办理不善的罪名 下令将林泽去 格职流放新疆 如果说 洋人是为了林泽虚而来 那么我敬请欺瞻大人 看去林国人头 洋人的奸船力炮 就以门而立 除了调集全国的兵力 与之一战 不应无踏度 然而 广州议和并没有成功 1841年1月27日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军事冲突 升级为战争 打出来 我们的炮 够不到他们 面对装备精良的英军 清朝军队无力抵抗 厦门 宁波 定海 镇海 吴松 上海 宝山 镇江等地 连续失守 1842年8月 英军兵临南京城下 29日 清政府被迫 与英国签订了 被称为中国近代史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 南京条约 英国人根本就没想在广州这登陆 他认为广州离你的首都离北京太远 只有越往北打 威胁到你首都了 清廷的皇上才能当回事 所以人家根本没管这事 直接往北打 如果当时在广州登陆 以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 大清根本抵御不了 咱的这个洋枪火炮跟人家根本都不能比 所以这个时候 林泽旭才意识到 他当初虎门硝烟 他没有想到 大营靠船舰炮力 差距这么大 然后在1842年8月份的时候 打到南京 然后签了南京条约 赔了两千一百万白银 又是隔让香港 又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 上海五个通山口岸 所以中国大门被隆隆弄开 开始了半知名